传递健康 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您的订阅 南瓜是我们经常吃的一种蔬菜 看似普普通通 但是具有很多营养价值 今天就用南瓜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吃法 不仅能够护炎养胃 自补肝肾 而且还能够降脂减肥 防癌抗癌 尤其是对视力特别友好 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妨多吃吃 可以帮助保护视力 预防老花盐 首先准备一小块南瓜 南瓜味道特别香醇 特别好吃 而且又有营养 具有非常多的养生保健功效 第一 南瓜可以解毒 南瓜含有维生素和果胶 果胶能够很好的吸附 粘结 消除体内细菌 能够起到解毒作用 第二 护胃助消化 南瓜具有护胃助消化的作用 因为南瓜含有丰富的果胶 这种物质具有保护胃黏膜 免受粗糙食品刺激的作用 而且南瓜还可以加速分泌胆汁 加速胃肠蠕动 三 促进生长发育 儿童如果经常食用南瓜 可以促进生长发育 因为南瓜中含有丰富的心 可以与人体的核酸和蛋白合成 是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四 帮助睡眠 老年人常吃南瓜 可以帮助睡眠 因为南瓜富含色胺酸 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素 这种神经地质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精神 我们先把南瓜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 接着再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胡萝卜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蔬菜 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胡萝卜富含大量的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 俗称小人参 胡萝卜可以护盐 因为胡萝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 这两种成分对眼部有较强的保健作用 可以有效地消除眼部疲劳 缓解眼睛干涩 预防和治疗夜盲症 胡萝卜还可以通便 因为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增强免疫力 胡萝卜还可以抗衰老 胡萝卜可以转化成氧化剂 有效地清除自由基 减缓细胞的衰老速度 胡萝卜对于高血压 夜盲症 肝炎症 是特别适合的 胡萝卜当中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小朋友多食用一些胡萝卜 对于眼睛是特别友好的 它可以帮助视网膜再生 帮助我们预防近视 提高视力 老年人经常使用可以预防老花眼 对于眼睛健康是特别有益的 接下来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的主要作用是补气羊血 它主要可以帮助我们益气羊血 养胃健脾 还能够保护肝脏 能够润肺止咳 在中医里面通常用红枣 来治疗这些气血虚症 比如说浑身没劲 气短 面色苍白 或者是尾黄 没有光泽 不红润 另外像女性的月经不调 或者是月经量少 都可以使用红枣来进行调理 红枣可以帮助我们补气血 女性朋友经常会出现贫血 这时候可以多使用一些红枣 红枣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对眼睛是特别友好的 红枣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 维生素含量是特别高的 尤其在鲜枣中 维生素含量特别高 可以多使用一些鲜枣 帮助补充维生素 保护视力 先把红枣清洗干净 然后去掉红枣盒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是北方人喜爱的主要粮食之一 小米它具有非常多的保健功效 因为小米含有丰富的钙铁钾 以及淀粉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铁元素 有利于补血 保护发质 还可以滋润皮肤 可以补脾胃 养心神 美容养颜 小米略带咸味 咸味入肾 所以小米可以抑肾气 补元气 另外小米还可以增长小肠功能 养心安神 还可以作为镇静安神的保健食品 小米的养胃效果是特别好的 胃不好的人可以多食用一些小米 帮助我们养好脾胃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多食用小米煮粥 可以安神助眠 健脾胃 尤其是一些人 胃部不适 胃酸 胃胀 胃部经常胀痛 消化不良 多食用一些小米粥可以帮助我们养胃 小米是养胃最佳的一种食材 小米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铁元素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贫血 多食用小米 养生价值是特别高的 我们先把小米清洗干净 最好是把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把小青菜 小青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 并且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补充一些维生素 钙铁等营养元素 小青菜的钙含量是特别高的 老年人多食用 可以帮助补钙 预防骨质疏松 并且小青菜热量低 饱腹感强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 降低血压 还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食用一些小青菜 补充维生素和各种营养元素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 尤其是便秘的朋友 多食用一些青菜 可以帮助润肠通便 对于身体健康是特别有帮助的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清水 把食材煮上半个小时 朋友们 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半个小时之后 这道小米粥就煮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小青菜加进来 加一点食用盐 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这道粥呢 我们可以经常喝一喝 可以帮助我们来养护脾胃 可以帮助我们维护眼睛健康 补充各种维生素 促进视网膜再生 老年人常喝呢 可以帮助预防老花眼 干眼症以及非纹症 对于眼睛健康 是特别有帮助的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